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Becky 欢迎大家收看婚前解密 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带给你爱与温暖 陪伴你走向追寻幸福之路 今天我们特别要来跟你们分享亲密关系 也就是性关系这样子的议题 在今天的社会文化里面 好像婚前有亲密关系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 甚至婚前同居 大家似乎也已经习以为常 为什么一个人在婚前保守自己的贞结那么重要 保守贞结与婚姻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主题 首先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了解 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在婚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只有在合法的婚姻关系里面 才能够真正享受的幸福 圣经希伯来书13章第4节教导我们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苟和行营的神必要审判 在这里可见 神是非常看重婚姻里的亲密关系 是不是在一个圣洁的关系里面 上帝要我们明白亲密关系 他牵涉到男女双方的灵、魂、体三方面的结合 这是需要彼此有承诺、尾声、忠诚 这样才会带来真正的祝福 如果失去了就会带来伤害 这是上帝给人在婚姻里面的一种保护 也是保障 但是很多人没有认清这个真理 以为上帝你太古板了 而产生性泛滥、性自由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结果到最后身心灵都创伤 尝到罪恶带来的痛苦 以此在进入婚姻之前 我们对这方面需要有正确的认识 圣经给了我们很多的命令跟教导 其实是要来保护我们 上帝设计亲密关系 有人说是为了要传宗接待 但其实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上帝他设计亲密关系 另外一个很大的目的是要带给我们愉悦 让我们享受在男女的亲密关系里面 让我们经验到快乐 那是一种浪漫的感觉 被爱的满足感 这才是上帝所设计的 上帝透过亲密关系 让夫妻能够生育 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 并且有敬虔的后代 在《创世纪》四章一节告诉我们 亚当和他的妻子同房 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 英文圣经同房是用认识这个字 它的意思是亚当认识了夏娃 他认识了他的妻子 那他的妻子就怀孕了 同房与认识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真正和神心意的亲密关系 其实是彼此认识的一个过程 这是圣经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彼此认识 如果两个人只有身体上的关系 但是没有心灵 没有情感思想 没有意志 没有整个全人方面的认识 那会是很空洞 没有意义 所以科学家发现 除了人类之外 很多的动物 他们在繁殖交配的时候 是面朝背 但是人类却是面对面 这是有深远的含义在里面的 当男人与女人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在传递一些心灵的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 我愿意更认识你 这是上帝的心意 好像男生正对着女生 表达我爱你 我愿意认识你 我愿意了解你 我愿意进入你生命的隐秘处 从最深入的每一个角落去认识你 你可以放心 你可以信任我 我会保护你 我绝对不会伤害你 当你完全向我敞开的时候 你可以放心 因为你属于我 我也属于你 我想很多的女孩子 听到了以上的这些话 就会感受到这样的亲密关系 是心灵信息里面最高的表达 当一个女人 她愿意迎接她所爱的男人 跟她有亲密关系的时候 其实她也是在对这个男人说 我知道你爱我 所以我愿意信任你 我愿意把我自己 向你完全的敞开 我也欢迎你 进入到我生命 每一个隐秘的角落 我希望你来认识我 我很乐意的把我自己的每一个部分 完全与你分享 毫无保留 因为我仰慕你 我欣赏你 我也非常感谢你 愿意爱我 愿意保护我 我愿意完完全全的信任你 我想任何一个男人 听到一个女人 愿意这样子的回应她的时候 她会觉得非常的满足 这就是亲密关系最深的意义 亲密关系不能只有身体 必须有思想 情感 心灵 各方面完全的付出和敞开 完全的线上 这样你就可以经验到上帝 给人类所有经验当中 最美好的享受 亲密关系必须是 这两个人完全委身 完全信任 他们一生在婚姻的约定里面 那就是完全的安全感 完全的满足感 所以 亲密关系必须在婚姻的保障下 甚至在法律的保护下 这样才是最快乐 最没有约束 并且可以尽情的享受 上帝赐给人们 最美好的礼物 最后我来谈一谈 有关亲密关系里面 男女的差异性 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上帝在创造男 创造女 他的材料跟过程 是不一样的 在亲密关系的反应 也是不一样的 在心态上 男性比较以身体为取向 他们看到美女 就会目不转睛 心跳加速 在亲密关系方面 有的人形容 男人肚子饿 可以不吃不喝 但是不能没有亲密关系 有时候病得奄奄一喜 他们还是会有 生理上的需要 男人可以把身体 和亲密关系的需要 区隔开来 然而女性呢 则是以关系为导向 如果缺乏爱 或者是一个好的关系 当她感觉不好 感觉不对的时候 就不能够享受在其中 她的心中会有隔阂 可见女性在亲密关系里面 她是与心灵无法分开的 许多的时候 丈夫与太太谈情说爱 其实她是在预备 下一步的亲密关系 但是女性就不一样 她比较以人的关系为中心 你是谁 你是不是能够 无条件的来接纳我 你是不是温柔体贴 女性可以谈情说爱 但不一定要谈情做爱 但男性一谈到情 就想要做爱 其实两个人的反应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亲密关系这个单元 送给预备进入婚姻的朋友们 一句话 真爱要等待 切记要保守自己 和对方的圣洁 因为婚姻是圣洁的 祝福你能够找到好的 另一半 我们下次再见